你眼前看到的这位就是丁汝昌的真实样貌 此张照片拍摄于1893年丁汝昌官至北洋水师提督正准备和日本人开战的时候 在此后的几年里丁汝昌率领自己的北洋舰队和日本人生死搏斗 直到1895年的2月17号 整个北洋水师在援助无望的情况下被日军重重包围 日本大将伊东又哼爱才心切多次劝降丁汝昌 可他誓死不详日用尽最后的兵力和日本海军顽强抵抗着 最终淡尽粮绝的情况下他在甲板上喝下毒酒自杀身亡 这也意味着整个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已告终 曾经号称亚洲第一水上舰队的北洋水师被日军击败 丁汝昌训国后日本舰队驶入危害把北洋水师幸存的十艘船传难为自己的战利品 当时被各方压力折磨得憔悴不义的丁汝昌在悲愤中训国 并没有让腐朽不堪的亲王朝感动也没有被优待 而是被清朝政府丑化成了一个罪魁过手的非国侠 他死后还被光绪皇帝下旨抄了家并规定15年内不许下族 当年丁汝昌生前最宠爱最贤惠的为夫人见到他的灵旧室 痛不欲生吞金殉妇而亡了 当年丁汝昌在顽强的和日军生死搏斗到最后一刻殉国后 美国的纽约时报这样写道 丁汝昌在甲午海战中表现出了比他们同胞更加坚真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 他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民为子骄傲